欢迎各位兄弟来到Y战沙雕动画欣赏 大家吃好喝好 真有这么好 好不好你们说了算 门神VS冥王哈迪斯完全就是将为打击啊 乌拉乌拉龙国这是无神可战了吗 呀对在冥王大人面前 就算是华夏强大的龙神都得踏着 何况区区门神 中国的神是真的垃圾 打个价都磨磨叽叽的 面对西方众人的嘲讽 华夏子民无力反驳 因为已经连着弃了四场 如果再无神明参战 龙国将直接被剥夺参战资格 直接宣判西方阵营获得胜利 到那时等待他们的只有西方神的徒路 门神大人 您真的忍心看着子民们说哭吗 泱泱滑下亿万子民会求门神献灵 瞬间独速念叠汇集天门 门神终于绷不住 妈的死就死 不就是西方毛神吗 脑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慢 请门神大人流过 我想重新请神 妈的 门神都快奖令了 你小子在高什么飞机啊 我严重怀疑他是敌国奸绩 应当就地正法 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 也不管这小子什么身份 直觉却告诉他 眼前这个年轻人 极有可能关系着龙国国运 但你要想清楚了 想要成为召唤师 就必须拥有神性 并且神明清合度在20%以上 当然这些我都可以转移给你 神性及沟通神明的能力 几乎一中无一 但由于华夏神系的缺失 天选之子的他境无神可战 导致华夏屡战屡败 事发突然 多谢前辈性 我敢保证 东方的神明 绝不比西方弱 你需要用神性罐笔吗 不需要 不操 百分之百神明清合度 不过这不可能 神性百分百 这不就是神明本身了吗 大家不要慌 神性只能代表清合度 没有神格神奇 他依旧是凡人之躯 召唤师再优秀 也得有神可照啊 神奇 那没有神无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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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子孙宿命 拜见老祖宗 朕的大秦只传了二十就断绝了 何来的不孝子孙 您说错了 大秦虽只传了二十 但您的丰功伟绩 却影响了千秋万代 影响 是焚书坑儒吗 还是修筑长城 难得世人还进的镇 这么一位千古暴君啊 两人的对话进行到这 台下龙国百姓 却坐不住了 畅城我倒是知道 那焚书坑儒是什么鬼 您不是暴君 而是千古明帝 华夏第一位皇帝 是您首次统一了华夏 让龙国屹立于东方之巅 您为了统一思想 焚烧了对治国无关的书籍 坑杀的都是愚弄百姓的方式 至于修筑长城 为的是守卫万里河山 您还统一了文字 杜梁恒如此种种 谁敢说你是暴君 历史上真有这些事吗 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有 也许他说的对 我们的龙耕文化 就是他带来的 几千年前的小樱花 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 直到一位异乡人的到来 才改变了樱花国人 原始不足的生活 在这期间 他们学会了 龙耕 文字 以及医药 为此 樱花国人将它 奉为龙神 药神 然而直到那位异乡人先世 都不知道他的真正来历 虽然名字对不上 但直却告诉我 此人跟我们的祖先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一战我希望他赢 是啊 多少年了 朕所做的一切 何尝不是为了 无知华夏能永世流传 可再怎么宏图霸业又如何 朕没寻到那长生不老药 终归还是归去了 难得有人与朕交心 朕不妨告诉你 朕死后并没化作阴间鬼魂 而是凭借举世无双的功德 有英灵转入神明 此后的这些年 朕只做一件事 便是东去徐纳徐福去了 只可惜依旧没找到他的任何消息 怎么 小小子孙 你召唤朕 不会就是为了跟朕落磕吧 苏明当即就将神话擂台的事 详述一遍 当听到华夏无神可照 西方众神企图覆灭华夏时 混账 西方毛神 竟敢亵渎我罚夏神 朕虽不畏理心烦 但也不容得日等造次 虽是帝皇之下 却帅得离谱 真乃神人瘾 原来老祖宗年轻时候 颜值竟能与观众网眼相屁股 龙国是自信过头了吗 想以反人之趣 判动神王 这跟白哥有什么区别 可能这个始皇帝还不知道 神话擂台积分高下 也决生死 一旦战死擂台 现实中也会跟着死亡 冥王大人 您的子命恭候依旧 请您献身吧 可惜杀鸡用牛刀 有损我冥王威严啊 像比龙国阵营 念头呆的脑 苏鸣看了都想骂人 TMD没听过战斗可以输 气势不能输吗 都给老子振作起来 他说的对 是皇帝可是为华夏而战 不管历史是真实家 他都是我们行目中的是皇帝 老祖宗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将您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此战过后 华夏大地上必将遍布您的庙堂 您的攻击也将被一一发掘 载入华夏正统史册 请召唤师退出神台 本才盼再重申一遍 神话擂台一旦开启 没有任何方式终止 直至一方神明陨落 不死不休的战斗 要去真若败 将无言留存于事 战死甚好 人类 没想到你已经傲慢到 敢挑战神明的地步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战败的结局 为什么还要来送死 布伦西尔着 我想换个对手 挑战华夏最强大的神明 而不是一个人类 很抱歉 冥王哈比斯大人 神话擂台 由天地秩序守护 您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 挑选对手 也罢 虽然很无趣 但我还是想看看 人类的战斗方式 到底有多滑稽 朕的一生 杀过无数人 唯独没尝过世神的滋味 你将是第一个 很好 我的战毛也苏醒了 这一击 将不让你彻底看清 人与神之间的差距 传说冥王大人的血保 由天地间制邪制恶的 亡灵炼制而成 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这一毛下去 哪怕是他的弟弟神王宙斯 也不敢正面应激 什么 他正面接住了冥王的血保 我知道了 冥王大人真调皮 故意没用力 先让他以为自己有一战之力 然后再慢慢璀璨他的意志 这群私养人还在追影 来来来 你们可不意想 班人确实不可能斩胜生命 但你们忽略了一点 但擂胎上的可不时任 而是我们威打的认晃 这场游戏似乎变得更加有趣了 对阵不敬的人 下场只有一个 你也一样 这是画下的鱼剑术 他就是用这种反发 逼捡生命了吗 不 这不是鱼剑术 而是鱼器 也叫炼器 龙博的王 我从你身上感知不到神力 却感知到了一股气在流动 丝毫不比神力弱 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我华夏先民 圣可应天道 你可背天而行 谁说人定调屈于神之下 而这便是能逆天是神的 华夏炼器术 原来失传数千年的炼器术 是真的 沁石荒野 大天 你一定要硬啊 就算如幽不测 也要将莲奇术传给我 让我来捡辅其 守护华夏的重任 哦 也许秦始皇 以将炼器术的秘密 传给龙国召唤师 本场内太结束 想尽一切办法都过来 炼器术很不错 只可惜 本神王拥有不死的秩序 你的表演也就到此为止了 真是个怪物 脑袋搬家了都死不了 看来的患忠打法了 死亡之月 凭借的是帝王不屈的意志 可繁体终究是繁体 再强大的意志 也得有肉身存在 朕这一生 还从没有过不可战胜之敌 如果有 朕之敌迫 就永远不会倒下 虽然他是敌方 但我要是有这样的老祖宗 我直接哭死 此刻 我仿佛明白了大爱的真谛 任何的感化 都是建立在守护之上的 这位始皇帝 在用生命守护华夏 冥王大人还在 是秦始皇输了 老祖宗大义 召唤师都开始 恭送老祖宗了 看来我们还是输了 这一战 我们输得并不憋屈 也许老祖宗真的尽力了 朕所能做到的 只有这些了 不可能 强大的冥王大人 咱们可能会败 一定不是这样 冥王大人的气息没有消失 反而愈发强大了 这不是接近 传颂之门没打开 就还没分出胜负 你叫嬴仇 本神王第一次记住人类的名字 而你也是让我第一次接近死亡的人 也将是最后一次 鲜眼 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战役 都这个样子了 他居然一点恐惧都没有 还要为民而战 珍 上可一战 华夏子民看好了 你们的王即将惨死 你们这群懦弱的凡人 又能为他做什么呢 我忍不了了 去他妈的神明之约 即日起 我龙国退出神话队台 直接向全世界宣战 龙战你疯了吗 以我们目前的国力 怎么是联军的对手 就算最后打赢了 也阻止不了神明复苏的进程 难道你还想用大炮去打西方诸神不成 怎么就不能打了 神也是人 就算大炮打不了 就上何物 老祖宗还有救 还说啊 这要能救老祖宗 还等什么 万民献祭 老祖宗乃华夏第一位皇帝 统遇亿万子民 如今为户国而战 自然也能用汲取华夏子民的血脉 进行续命 听到需要献祭十年寿命时 那些人都沉默 用十年寿命去救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人 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值 我来做第一个 别说十年 别说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都愿意 爷啊 您都欺老爸死了 还瞎凑什么人呢 这小子在搞什么 据所召唤式的寿源最为净纯 能以一敌万 你猜二十岁楚头 给老祖宗献祭十年寿命怎么了 青日皇大帝 就将他一万光环 请客驱散 镇乃君王 当立于万民之前 又怎能吸食你们的血气 真心灵了 我眼里住了沙子 这个老祖宗让我哭死 我老婆没哭 让我把他打哭了 不孝子孙 快住 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收好你的神格 这件好好守护华夏 就算是要献祭 那也轮不到你们 五百七皇陵正 华夏厉害地坊现在 沙纳舰 华夏大帝上 现在三百多皇陵上空 轰然降下到达天光 三百多皇陵上 不仅修复了满身伤痕 还凝聚出一场 金灿灿的石祖巨龙 王权霸印 尽归尘体 龙魂不灭 神魔叩首 还炸裂了 就算是贤己 也是历代帝王来险 还论不到我们立命百姓 帝王长眠地下 竟是以另一种方式 必有子民 龙魂不灭 神魔叩首 我华夏神龙终于出现了 一定是错觉 人怎么可能斩神 愚蠢的人类 你所守护的 不过是一群 弱小肮脏的罗蚁 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我看来 你比他们愚蠢 死亡的感知越强烈 哈迪斯就越要丝毫 皇帝这种方式 让自己内心变得平静 越来越迷惑了 为何华夏的始皇帝 总能在绝境中缔造奇迹 但未封神 就能跟神王达到这种意义 倘若老祖宗坐拥神卫 恐怕会超越神王 不一定 神卫反而会成为帝王的术 一个帅气迷人男子 从黑气显出 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 依旧是秦始皇嬴政 与之前相似的一幕 哈迪斯身体 再次被嬴政举起 而这一次 没有任何变数可言 哈迪斯败了 天门一开 老祖宗他真的赢了 这不是梦 我们赢了 老祖宗击杀了强大的神王 赢下了这场旺世之战 老祖宗 我爱死你了 我想宁包拯 此后的画下打底 将贬机宁的妙玉 宁将是画下最伟大的生命 冥王大人拥有不死之身 他是不会死的 神话擂台第十八场 恭喜秦始皇 为龙国赢得首场胜利 获得一枚钥匙碎片 朕多想在守护华夏 守护朕的子民 宗 您的大义 后世子孙也不相忘 您还有什么吩咐 请管交代 宿明定会用命去完成 宿明听旨 华夏已无军王志 无人承计华夏龙器 朕以始皇之名 即传位于你 赐你皇道龙器 老子都使不得啊 圣话居然能够印象显示 这是在早圣啊 不公平 众花国开挂了 快将什么龙器收回去 只是个形势罢了 朕的一波 总要有人传承 对了 朕走后 请替朕完成一个心愿 是寻找徐福吗 还是你小子懂我 徐福那个王八蛋 偏老子去找长生父老药 带走朕的三清子民 朕如何能放得下 他若寻到了还好 至少还活着 朕想见他 但眼下还有更棘手的事 就是始皇帝脚下的明王哈迪斯 他还没死痛 朕这次怕是要上天庭一趟 寻求封印此物之法 明王大人还没死 我就说嘛 不死至深 是永远冽杀不死的 朕要走了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恭送老祖宗 这趟由我答天主出战 就算是世神不出 随便一尊天网 都能调达华夏神 天主神主上 发现了 神与二人 是不做其神牛难比 财神巨皮罗 圣主打杀 看到圣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essel 所 Eye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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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白白浪费我们十分钟 捐特么晦气 猴哥 我的时间不多了 等有机会再来拜访 我先走了 等等 俺老尊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位西方神 与如来纳斯相比如何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能看到命 若俺老尊下去应战 命里的结局会如何 实死无声 剩下的一笔记 我看不透 实死无声 可惜俺老尊从来都不幸命 花果山美恒王 齐天大圣尊悟空 来战 看这气场 好想不必突地攻查 虽然齐天大圣的命头查是差了边 但这烧是个优点战斗力的事 卧槽 一只猴子这么帅 不要命了吧 帅到炸裂 和我想象中的猴子完全不一样 要不是我的屏幕贴了屏薄 多看一眼都会爆炸 西方毛神 你孙爷爷来了 还不快快下来受死 我主梵天 感谢您接受子民的召唤 你每按的身影将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梵天大神 是世界上最慈悲的神明 只要是子民的祷告他都会答应 记得上次我许愿要是个老婆 吞 你猜怎么着 第二天就有一群逃难的妇女逃到我家里 西方毛神 给俺老孙滚下来 空不入死 他竟然能够操控事件 周本人挺逃犒 telev� 相上人了 任何攻击都会存在能量形态 的 围阻 barbecue 找固这样无量的神 简直无敌 情况不妙啊 four 狟众 AND 奇洇大盛的物理攻击 完全对梵天造不成伤害 哼 酸了 这场分类就不保佑西网 谁让萧田珠运起爆碰 卷幸了创实是呢 骑天大圣孙悟空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你 我为我之前对你的轻视而感到愧疚 能跟创世神碰上一碰 你已经很强了 你很顽强 拥有磅礴无比的生命力 至少达到了主神级别 但是你依然会失败 你的生命也将因为你的无知与傲慢而遭到冲击 太可怕了 一个人神尚痛势出现世间赫空间两大发泽 怪不得他是床世神 也许他真的能造化玩物 看来小孙说得对 这祸一点也不比如来差 俺老孙就不信了 你当真无法无天 宋舟用力之奇迹万法殲灭 看你是否扛得住我这乾坤大盗 愚昧至极 宋舟充满力气的猴子 我本来想用仁慈感化你 你却变得愈发凶猛 看来我只能以暴之暴 是罗刹神 天哪 有生之年 竟能亲眼看到罗刹 今晚要做噩梦了 猴哥确实比取经路上 强了很多很多 狡猾的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凭你这破红烂铁 也想自首拦我 痛快 太痛快了 你成功激活了创世神的杀法本性 这是连大天师婆都要畏惧的毁灭力量 这才是战斗该有的原始形态 大圣爷要杀疯了 如果他有故事 一定是一段很精彩的传奇吧 奶奶的 上面都搭的田甭地裂了 你他牙的还想停路使 其实我也想停 吃了本神一击 竟能毫霸无损 嘿嘿 老孙我像来自许通皮铁骨 不想今日成了针 吃俺老孙一棒 看来是加牟尼的选择没错 东方确实很精彩 打遍三界贵无双 再战此界又何妨 来战 你的神格太弱了 本身只有二级神格 却妄图战胜创世神 这一错误决定 会让你陷入万劫不复 不过我从你身体里 看到了一丝佛性 这一点倒是让本神主感到意外 如果你能觉醒那一丝佛性 或许能挣脱本神主的束缚 再战几个回合 大圣爷成佛了 佛可是天主佛教中 至高无上的存在 怪不得召唤世慧 放弃菩萨 选择大圣爷 原来是因为这 我不理解 命命枪的利谱 大圣爷为什么要压着佛性 让自己险入绝境 你不是如来 也想困住俺老孙 万远之力压不住你 那就让这天之后种 悉数夹到你身上 你别忘了 我是创造之蛇 连天都是我创造的 天又如何 我乃其中大圣 宿舍恢复天约 须一手托付人间 男老孙也照样斩你 猴哥肉身超胜 欲强则强 此刻战力值 一屁 谁是你超乎想象 可那又如何 在散门一天 你也是在天之下 至千万物 在大天面前 即如出口 我不会让你轻易地死去 我要把你内心身体 最捧续的东西放出来 让你在惶恐不安中 痛苦死去 猴哥 不要 终于要结束了 但非常感谢滑下的猴子 所以我们贡献了一场热血喷章的战斗 是迄今没止最炸脸 没有之意 终究还是破不了这天 小孙 俺老孙让你丢人了 俺老孙 我猴哥 不怪你 怪我 你已经做得不好 是我害了 大圣灵啊 不怪你 相反你是英雄 如果你跟反田痛势的 却不逼他唱 狗子 我不继续发动攻击 你就不会死 我刚才说了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地死去 我倒要看看 这么强大的意志下 美心身处到底恐惧什么东西 一块光源 你赫然映射了猴哥的前世纪 你认识这位老神仙 不认识 但你想想啊 大圣灵都这么呛啊 那他师父岂不是 要是这位 铺铛捞猪 知道大圣灵此刻的早语 估计整个擂台都比闲了 猴哥的记忆 无疑曝光了天体大部分 我靠 龙国神明也太狗了吧 残了这么多 妈的 都是一群老六 其实我们打赢也藏了 胆也就藏了几十个 你谈那儿吗 这节藏了整个圣洁 要不要这么厉扑 我就说 我们国家有很多龙国神明的影子 可到了龙国这边 这什么也找不到 原来是藏起来了 快去寻如来活 你就是家谋民 真的是你 随着猴哥疯狂中心 记忆用射也变得不稳 但梵天十分好奇 如来是用什么手段 征服这只猴子 才会令他如此恐惧 犯天大神 请停止你的行为 否则将会被秩序逐出内台 失去本场作战资格 如果再有一次 你必死无疑 内台上 不见犯天身影 取而代之的 正是万佛之祖 我佛如来 真没想到 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人 竟是释迦牟民 你本来可以把他当作靠山 或许我还会给他三分不灭 让你死得痛快些 可惜你没把握好啊 猴子 我要让你死在最恐惧人的手里 这种词位一定很美妙吧 你不该在本大圣面前提纳如来 更不该在本大圣面前提纳如来 马多 那种血脉纷张的感觉又来了 但不会是绝血了体内的佛光 挂深层都战胜活了吧 应该不是 这些跟之前一样 只是更强大 佛祖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 普渡众生 大慈大悲 甚至还曾根入胃硬 受众生赖带彩队 为何这只猴子好像很痛恨佛祖 对呀 我不理解 佛祖换给他捧过了 这不是很强臭爆吗 马多 把你压无几身下去 就会随顿 如来 韩老孙忍了你千年 一千多年啊 今日不用上明山 就拿你这丝草点利息 你这猴子 劝你非依我佛 你却明瞒不理 我这便收回你的金身佛法 将你脸为狮猴 永受风吹日晒之苦 天 当真不可战胜吗 除了我 没有谁能真正不死 我很好奇 要是把你的心给扒出来 你还能活多久 石猴子 石凑西 难怪你的命会这么赢 师父 是你吗 你来接徒儿了 徒儿好废物啊 连个假如来都打不过 又怎说替你报仇 师父 你可知徒儿有多想你吗 还有老猪 杀师弟 自打灵山一别 就再也没见过了 连白龙马都不知去向 其实徒儿知道是如来搞的鬼 可那灵山 灵山 释迦牟你 说来你要感激我 为你除掉一名心腹大话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一只随手即可拿捏的猴子 有什么可以惧怕的 一道金光夺目 在猴哥破坠 战斗 金色电话 金脸雕落 金蝉英生 悟空 唯师在 一直都在 是 师父 我不是做梦 真的是你吗 以前总是徒儿护你一路周全 是师父错了 不该带你去取那什么真经 更不该踏上那座灵山 都怪师父 是师父害了你 当年我们师徒四人都获了风禅 本该回到各处福泽万民 直到佛祖来找为师 才发现所谓的真经 不过是操纵众生的思想 从而笼络众生对他的信仰罢了 但取经主要的目的 还是因为你 佛祖算出你便是那便数 将来势必反他 但秉承着慈悲为怀 佛祖给了你一个机会 将你算计到佛门之中 后来为师四会一时不得 散去今身 换取佛祖网开一面 从此化作金蝉困兽你的心性 保证你不会逆反佛门 这才化去一截 师父 八戒和老沙 这是老沙 好一对师徒情深 只可惜天底下的生理 无论是人是否 终不过过眼云烟 唯有大天得以运航 这一战该结束了 为师在最后为你做一件事 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了 悟空 若天界不容 便去找你的师父 菩提老祖吧 但无论在哪 为师一直都在 师父 师父总说我滥杀无辜 我恨 因为我杀的都是该杀的妖精 但念在师父肉眼樊胎 我没放在心上 不管我怎么叮嘱 师父总会被妖怪抓去 没关系 谈老孙虎师父 谢谢我可怕 一个凡人和尚 怎么可以当我齐天大圣的师父 直到这个小和尚亲手为我织了一块披挂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温暖 狗哥超脱了 第一件的生物 咱们可能逆反尸杀造物 往事管他谁是谁 我 但我都战胜活 这一方天地需再次记住我的名头 我乃齐天大圣 小孙 咱老孙今日一战 比那大闹天空如何 大圣爷此主 比先了灵霄宝殿 还要威武百费 经此意义 这人间怕是不太平了 虽然俺老孙不清楚这类台的来历 更不知天门为何被某种神秘力量封锁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此事怕是已经要惊动天界 俺老孙要回去了 总要在凡间留点东西 日后天门若开 拿着他便能找到俺老孙 谢大圣爷 恭喜齐天大圣孙悟空 代表龙国赢得本场胜利 获得钥匙碎片一枚 神话内排 东西方神明之间必须一战 自天门封闭后 天人无法下戒 没想到 凡间竟发生如此惊天之事 老夫却一无所知 有趣 实在太有趣了 世人只知老夫牵红线 接应援 殊不知老夫年轻时候的战力 可一点也不比二郎真军差 卧槽 这凡间的勒态 可千万不要召唤真啊 就在苏武国赢得钥匙碎的战场 战争军中许时 神明之后 直接着英将国就召唤出了神话中的最强战神 雷神索尔 西方毛神真是狂德毫无边际 女武神 俺老孙可否再战一场 很抱歉 齐天大圣 神话擂台的规则 无论胜负 一位神明只能出战一次 还有一个消息要宣布 由于本场战斗极具意义 将会被载入神迹使 您的名字也将贝克记名神堂 既如此 俺老孙就先走了 希望接下来的神别让俺失望 恭送大圣 有趣 实在太有趣了 世人只知老夫牵红线 皆因缘 殊不知老夫年轻时候的战力 可一点也不比二郎真君差 这凡间的擂台 可千万不要召唤阵了 万一不小心暴露十里 就不能快乐地滑水了 紧接着 苏明刷新出了第一尊神器 北阴风都大帝 第二尊广寒仙子嫦娥 第三尊险圣军居二郎神杨简 第四尊雷布正神雷震子 第五尊皇天大圣牛魔王 而那行模糊的字只出现半秒 却顿着 紧接着就被另一行字给替换 卧槽 是我烟花了吗 刚才好想不是这行字 果然 神界某些逆天大能 是可以强行觉醒的 既然菩提老祖 强行截乎牛魔王 我又怎敢不顺从您老人家 我选须菩提 这个须菩提 是齐天大圣师父 那个菩提吗 齐天大圣击败了诗诗圣翻天 那他的师父 岂不是污地的存在 消消泪甚那这么大 还好这场是鹰匠出场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啊不对 应该感谢盟友替我们 成树神的怒火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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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哈哈 What do we do the ancestor of body looks like an epic god fuck you fucking tenjiku we gotta pay for our own shit it's sick Don't be nervous just because an apprentice is good doesn't mean a master is and our great lord thor having overcome many epic powers is said to have received the gift of the universe when lord thor defeated his sister hell and the godhead was promoted to god king i know you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神仙嘛 老神仙不是自带仙境 先锋到谷的嘛 但是这老头看不出半点仙人气质 反而更像是路边老爷爷玩起了casplay一样 到底是哪个王八童子 感觉虎本真君 不去也好 听说不绝出生死就无法归天 既然有人去了 倒省得我为真君担心 那猴子去得 我显胜真君损去不得 下一场我绝对少 你不是天竺神 天竺神何在 贫道不想伤及无辜 老子 天竺神何在你身上 看我 可这大仙人 让你知道 什么是 大仙人 暂停 我那悟空爱徒就是在这受了伤 金蝉圣僧也源济于此 好你个天竺神 是此专骚软的念是欺我中方无什么 虽然悟空托二性命无忧 但这笔账当师父的总要算一算的 要如何才能与天竺神作战 古诗言 任何人都无法篡改神话内财的规徒 任何神明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中间无法踪换对手 所以您老就珍惜当下 鹰匠神 天竺神 都是西方神 红穿一条裤子将就着出气吧 古诗言 你最后一场赛 因为他不见我 不装了 不装了 以前担心悟空闯祸 就威胁他不可说出师门 否则就将他包皮错骨 勇士不得轮回 如今看来是为师错了 大错特错 因为悟空不敢自爆师门 都以为他毫无背景 所以天庭星宿仙观 灵山诸佛罗汉 就算是下界的妖魔鬼怪 都敢欺上一头 甚至还被如来纳斯算计了足足八十一难 一千年前我本不想收悟空为徒 但因是侨夫隐见 老到我破例收了那只猴子为关门弟子 那只猴子很聪明 老到我只在他脑门上敲了三下 就知道半夜三更来找自己 实际上我是让他去山下凑三个铜板来 毕竟拜师哪有不交学费的 往事种种 皆在须菩提眼中上演 大闹天宫被老祖收八卦炉 我忍了 如来镇压五尺山 我忍了 念及师徒之请 我化作木从去为几颗桃子 还有那真元大仙 别说是人生果树 贫道纵是掀了武装罐 他都得陪着想 去他喵的天道 贫道布装 要让满天神佛皆知 我佛道双祖须不提 便是那齐天大圣的寿业恩师 Fake fake The old man doesn't talk about Marshall arts You told the heavenly We What's the matter with me Fundergarden Darkness Darkness The mirror is all feet And I will be that down in the Darkness Sattering it with thunder 超霸道的圣雷 据说龙虎山的初代天室 也可以召唤田雷 花重点 是召唤 如果田上物雷 那就无法实战 做二却不一样 听说他就西方雷电的法院 本体是雷电之黑 哦 搞了半天 这雷神原来是个充电宝 可我总觉得 不管雷神的雷体如何狂暴 始终受到一股莫名力量的牵制 这便是菩提老祖的 他虽不是三教十足 却佛道双修 并且都达到了教祖级 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问一问 路卡 The hammer of the thunder god is a tune of waiting power is a tune of waiting power is a tune of waiting 18 years no did it come with 20 a hammer ordinary little old man perish under my hammer fake squaded this must be fake he actually gripti that hammer out or directly impossible my false hammer has been forged a gun and is a hundred times stronger than before how could it have been held by one of your hands how did he achieve that terrifying strength if he does die who can restrict him when missing me what's under I believe this is not your limit you must hold on and fight for the honor of our ego source country he must have paid a painful price for crushing the hammer of thought and must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ake advantage of his illness to kill him I admit that your combat style is very unique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defeat me like this thumb double force 如果你只会纯粹的力量攻击 那频道有一千种办法 将你弄死 fake squid is this magic leget has it that some mysterious wizards may not have strong divine power but their magic can harm the divine king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y are using magic 井底之蛙 这是我们道教法术 简称道法 可比你们的魔法要玄妙几百倍 相传那些天尊级神仙 能够以天地为戎毒 戎世间万物 禁归虚无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戎毒 你道行太前 空有一身蛮雷 难成造化 贫道的化身曾指掌过天庭雷部 既然你不服 那便让你看看东方的雷法 无辜的神 贫道本不想杀你 但你既然下来作战 就要做好陨落的准备 当年悟空也是这般苦法 看得好过一样 雷神完全没有翻击于底 上一场梵天vs猴哥也是越级挑战 但猴哥好歹能碰上一碰 雷神面对菩提老祖 是连碰子的资格都没有 我突然明白菩提老祖的行情了 就好比雷神之父 看到儿子被虐一样 估计敌老祖都相帅 雷光和了圣殿的优势 将东方田杰一味平地了 我的笙子 推自分为比维为与生 你会有一个大米的狗狗 我会有一个人在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人 你会有一个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啊 goddess of the east kill everyone give our so lord a pleasure and inflict cruel atrocities that will only add to the hatred of the east and west aren't you afraid of retribution 哈哈哈哈 太解气了 就允许你们诛杀火龙国的神 就不允许你们的神弹死 就是就是 还记得第八昌马 我们的情蛇大弦 选择死窝了断 却被夺落田石鹿 洗发拔去射屁 秉持了他的血肉 悟空在这受的屈辱 都偿还了吧 不能再这样了 以后要让龙国先选 我们后出 万一对方出的事 不替老祖这样的事 我们可以直接弃权 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这个提议不错 但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神强不强 该结束了 悟空 维师欠你太多了 这逆天因果 就让维师来替你担着吧 终于要下杀手了吧 这是你的命节 也是频道下界第一次的 听到此番下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为悟空炼制神元丹 必须要用西方神的元神为引 所以遇上本作是你的不幸 尹丹 尹丹 能不会地有一架 尹丹 尹丹 他终于不太疲惧了 爹,这人怎么这么好 我的朋友,你有一个 我的儿子是没有伤害 请让他走 妥协从来都解决不了问题 前十几场战死的神明中 若我方神明向你们妥协 你们会放过他们吗? 答案是否定的 浩凯金蝉子献祭不说 前面战死的十几尊东方神 谁能给予他们心声 帕迪斯,梵天是先驱者 雷神索尔将成为他们之后的第三个 当着奥丁神父的面扬言要拿他儿子的命 也就只有菩提老祖有这魄力 就该这样,前人之商当十倍奉还 本来向华一百万给菩提老祖改一座庙的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追甲已前往改是座 而且还是不偷弓箭了的哪钟 哼 Bullying people to much this is the eternal sphere transformed from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 of the world landing the power of the stars the old thief takes my shot 怎么你想跟频道比法宝 这是造化玉碟 传说中的混沌三大至宝之一的造化玉碟 竟在菩提老祖手里 阿哲传说立下赫赫战功的永恒之枪 仅仅只是一击就变成了废铁 不用说了 菩提祖师绝对是华夏神明中替灵的存在 很可能是最强之神 连奥丁都拿他没办法 兄弟 我真的不能救你 反正 我们必须在最终的战争 12古老妖魔神 帮我开启祂的门 若你本尊前来 或许我还能用上三分力 但现在 你不行 我还能用上三分力 我还能用上三分力 虽然雷神属于神话世界的人物 与我们的生活很远 但距离神话入侵的日子不远了 用不了多久 神话即是现实 这些神明也将一一具现 赢了 终于赢了 我们花下再添一分 什么叫终于 自信点好吗 只全程压着打 这叫顺其自然 不过 我们的处境依旧很危险 我们只有两场一层的机会 想要获得最终胜利 则还需要赢十七场 恭喜菩提老祖 为龙国赢下本场胜利 获得一枚钥匙碎片 目前比分十七比三 只要悟空服下此单 就能稍微压制梵天的诅咒 至于彻底化解 还得上灵山一趟 年轻人 我看你耕骨不凡 颇有大地之姿 可愿随贫道回去 休息仙道 老祖 年轻人 你在犹豫什么 莫不是担心 频道在神界的地位 找不住你 纵是以频道的修为 也算不出神话擂台的结局 说句不好听的 若真有西方神降临那天 留在频道身边 能护你周全 就是家人们谁懂啊 这祸召唤的神明再弱 最后都能绝地反杀 就跟套了主角光环似的 感同身兽 人类能反杀神王 卡董 老祖厚爱 苏明感激不尽 但苏明自登上这方神台 心就早已跟龙国亿万同胞连在一起 若真有不测那天 苏明愿与龙国同生共死 什么是难刃 这就是难刃 什么是大爱 这就是 好一个同生共死 虽然频道算不出龙国的命运 但能算出你的命运 若你真随频道上天 也许你今生的成就也就这样了 虽说可保性命无忧 却一辈子难挣先道 你这点倒是跟我那徒儿很像 多谢老祖夸赞 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 这朵青帘或许对你有用 就当是见面里了 混 混沌青帘 虽然不知道那混沌青帘是干嘛的 但出自菩提老祖之手 绝不会差到哪去 你们有没有发现 天门一般只开启五分钟 这都快二十分钟过去了 你武神也没催 你批 你细批 一会儿的 爸爸 我们被甩了 干脆叫华夏勒台得了 这个世界道门没落 佛门香火不济 怪不得是末法时代 频道走了 苏鸣是吧 可不要让频道失望 否则频道就是强开天门 也要下界找你算账 恭送老祖 东西 motivations 也要不着 终于到我们上场了 等了三场 终于等到你了 龙国召唤师 裁判大人 我是不是有权请求 让龙国方先刷新神谱 是的 西方阵营每四场战斗 会有一次候选权利 你要行使这次机会吗 是的 让他先选 好的 请龙国召唤师放置神谱 并按下通灵手印 大屏幕上就跳出了五尊神器 第一尊财神以神力 第二尊温神中慧 第三尊侧神子孤 第四尊宝玉星君黄苍 第五尊诗仙李白 卧槽 温神我认了 这个侧神我也认了 但这个石贤是个什么鬼 难不撑一边搭着一边念石 是不啥一认吗 最让人气愤的是 此人的脚标上显示人字 也就意味着他尚未封神 不管是什么神 我等都不得亵渎神灵 就好比秦始皇 没被封神 脚标上显示人字 却凭实力达到了神级 没得炫了 就急胜吧 天望老子赖了也得炫他 否则别摆无意 请龙国召唤师做出最后选择 我选石仙李白 这可是李白啊 石仙只是雅信 他真正的名号是 青年剑险 疯了 绝对是疯了 你这是盲目自信啊 我一直在等你 你是谁 无名清廉 是你的剑 你的心 一把剑救不了所有人 的确 一把剑救不了所有人 那我李白就足一人就起 直到这把剑 都会 紧接着 樱花国变刷新出了第一个神犬大天狗 第二条 成为妖狐欲早前 第三条八旗大神 第四条 须腐之男 第五条 越神越灵灭 居然是越神大人 这时要把龙国王死里逼啊 一定是大神们觉得东方神即将战败 所以才抢战要为我大和国出战 Is that how you spell cherry blossom Out of two supreme gods I am not willing to ask Lord stories my life's pain 大所神话中有三大智考神 若从三柜子都为创世神所生 一字天照大玉神 二字月独命 生理之下三子续口之男就拉了许多 如果这是小樱花最后一次作战 不用想 他们绝对会选最强大的月神 没想到又是这种局面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请龙国召唤师进行召唤仪式 如果想弃权 那么本武神就有必要提醒您 本场一旦弃权 将会视为弃赛 西方赢得胜利 天门将永久为西方开启 不管结局如何 比赖都非请不可 你是异界之人 怎么 有求于我 世上有求于本居士的人多了 只是本居士为何要帮您 剑仙前辈 亿万华夏子孙 需要您去斩一位强大的西方神明 当然您不是非去不可 只是我们可能会 会死对吗 只是这天下苍生 于本居士合肝 不过你要是有好酒的话 心许我一高兴就答应你了 酒倒是有 只是 有酒还犹豫什么 本居士变寻天下美酒 只要你能拿出 我没喝过的美酒来 莫说斩神 来多少本剑仙杀多少 可曾听闻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本剑仙自创的 够不够霸气 什么情况 请神经这么久 不会是谈崩的吧 估计是下尿了 在做思想工作的 真是妙啊 无常举杯妖明月 队影成三人 不成想却成了那斩月之人 遇见成风来 除魔天地间 有酒乐逍遥 无酒我一天 前辈为何不把他写完 有吗 下两句没想好 等回来的再写吧 若是回过来的话 你来替我赌上 小子 你请我喝酒 那我便请你看看 剑开天门如何 来啦 终于来啦 实贤你真未打 命之不可畏而未知 此打一夜 大河之剑 牵上来 但愿长醉 服服 不行 清元君是李太白在此 西方神还不速速现身 阅读命神 光耀万事 静灭诸邪 天地供养 你是剑客 那你的剑呢 剑之所指 心之所望 我的剑在心里 只可惜你的剑伤不了我 今日你非死不可 但本座可以让你选择死法 话不要说的太满 屈指长风破了 直贯云三级沧海 先送你 随手打出千军建议 你管这叫诗仙 我明白了 他开大师前总要念一句诗 有的人明面上是诗仙 北地里却是剑仙 你看 我说了你的剑伤不了我 也对 要是这么容易伤到你 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月亮之神了 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接下来 你想怎么做 你我之间 唯有一剑 再来 这一剑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青年剑歌 人怎么可能这么强 龙国绝对是开挂了 前面一个秦始皇 现在又来了个剑仙 无一声之敌中 还从未遇到过你这么难缠的家伙 纵使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无都能与之斗上一二 前辈 前辈 酒来了 好酒 李某尝遍天下美酒 却未尝品过如此醇香浓烈的酒 世人皆知我是剑仙 诸不知我写诗 也写出了天人性 剑可伤人 是一颗战神 嗯 实贤这是香干嘛 莫不是要做事了吗 凤兮凤兮硅谷香 保游四海求其皇 我真没想到一切凡人也能逼我动用人气 灭了苍天 踏破壁落皇权 明白了 诗仙的美剧诗都清除了法天象地之力 所以每次演出法随都能幻化出诗中对应之物 他开始认马 讲理 脚标不会骗人 写着人字 就是人 哪怕修炼成仙 也属于人的范畴 只要没被封审 以什么为起点就写着什么 像齐天大圣起点是妖 哪怕成佛了也写着妖 因为他不接受如来的吃风 月神大人这不是放水上 只放了整个海洋 月神要是相应 随便一个永夜就能把你摆满了 天气再强 那也只是受限于天地之间的攻击 而永夜 笼罩的是整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更多有趣的东西 那这场战斗就到此为止吧 在浩瀚如星海的太阴之力面前 人的力量就如沧海一缩 唯独秦之一字能创造奇迹 这是什么 我为何会感到心神不宁 我明白了 东国有一句符话叫 世间文字八万个 唯有秦之最杀人 月神大人这是重了情商 八卦 这个礼拜好阴险 觉得打不过月神大人 居然用这么狠毒的招式 秦子扎本心底 要想彻底摆脱 那可得把心掏了 只有无心才能无情 我本纯洁 你竟敢对我脱洒肮脏之物 不可饶恕 只有杀了你 才能抹出我心中的误会 老朋友 是时候该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件叫相思 相思见 一相思 这是李白记忆中的人 李白心心念念的人 是某位女帝 咱们 面前 是 太 是 您 从来没有人类能伤到本座 你的强大超乎了我对人的认知 你也一样 作为神强的让我无法理解 如果你的对手不是我 天门怕是早已被你而开 你倒是提醒了我 用剑也可开天门 大哥 这里白也太狂的吧 丁刚月神大人就算了 连天门也不放过 疯子 天门乃万界秩序所化 象征世间公正与平衡 就算是天照大禹神 师婆奥丁等至高神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强行开启天门 前辈 你可别乱来啊 这里的天门不容泄论 会死人的 虽然你那招摔得离不 但也不是哪里都能 他不是口嗨 是真的要见开天门了 哪怕是大天师婆 主宰西方天狱 也不敢强开秩序天门 李白他真的疯了 我想过很多种结局 或许被阅读命杀死 或许是两人打到油镜灯 却从没想过 他要见开天门 或许李白自知不敌 又不愿死在敌人手上 所以才选择这种炸裂的司法 小辈 这个世界的酒不错 可惜再难闷上一口了 前辈想喝多少就有多少 只要事先想喝 整个杆子酒厂都是你的 苏明 答应你的事 本局势已经办到了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会明白 我怕是回不去了 你替我回趟长安 将那两局势补上吧 如果可以的话 替我去见见他 定不付前辈所托 你应该明白 我若以命相夺 至少能拼掉你八成命格 但你会死在我手上 是啊 所以我才没这么做 为了不死在我手上 就去触犯秩序 可就算如此 你还是输了 那可未必 明明是他在赴死 为何我却嗅到了死亡 不对 这天到锁链是冲我而来的 卧槽 这个老六 我真的服了 我早已在你体内 种下了剑意 剑即是我 我即是剑 人剑合一 混蛋 快从我体内滚出去 凭这就想杀我 学一想 我是横骨漫月之神 我是永恒的 秩序又乃我何 原来师仙从一开始就在布局 这就是利败骂 任检之圣 剑贤利败 或许师仙真的会成为历史上 斩原第一人 李白修炼的应该也是炼器术 但他达到的高度 竟然可以比肩之高神 月亮粉就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秩序不可能会盲目攻击 就算李白潜入月神体内 死的也只会是他 阅毒命 放弃这场战斗 不要尝试跟秩序抗衡 自会运行 我接你回来 李白 我很希望你能活下来 下次我定要亲手斩杀你 樱花果的之高神 竟然选择自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沁石荒那一场我没苦 达圣爷那场我也没苦 可这次我真甭不住了 这就是事先李白 面对死亡 没有半点胆气 反而从容布局了这一切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秘履 同碑万古尘 月吐空倒药 足丧已成心 白骨记无言 轻松起之春 还怕大人 擂台之外的神明 不可以出手干预擂台 刚才那一战 明显有人帮助了 月毒命逃跑 他破坏了规则 请求予以惩罚 请问龙国的召唤师 你可有确凿证据 亲眼所见算吗 那你看到了什么 樱花神国 高天元掌控者 天赵大玉神 他一个龙国召唤师 定能看到我樱花国的神 那可是天赵大玉神啊 就连月神大人见了 都要顶礼膜拜的存在 误险 绝对是误险 龙国召唤师 你想清楚了 可有证据 没有 没证据 你在口叫什么 想污蔑我们樱花国的神 还好你武神英明 才没让你得逞 就是 承认自己的失败 有那么难吗 按照神话擂台的规则 最终活下来的一方 将获得胜利 这一次 双方神明都战死擂台 但神话擂台 不设置平局规则 所以必须判一方获胜 必然是我们月神大人 自暴演算攻击的一种 属于主动杀死了李白 虽然我没看见 但我敢肯定月神大人没死 只是回天去了 而且李白狂妄自大 犯贩秩序 是为大不尽 应当被剥夺一切 龙国召唤师 听了樱花国代表的陈词 你可有什么意义 所以 若是剑仙没死 并且活着站在擂台上 是不是就意味着 赢下了这场战斗 想法是挺好 待人死了 怎么可能复生 被炸得连渣都不剩了 估计连神魂都被炸得 会飞烟面 小复活 小辈子吧 所以你的想法是 给我十分钟 我想申请进入擂台 剑仙前辈 您想见的人 没有写完的诗 还是您亲自去完成吧 剑仙前辈 剑仙前辈 还要是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威力 如果真是混沌青莲的话 剑仙或许真的有救 只是用混沌青莲 就一个人自标使命 会不会太奢侈的 看来 我猜的没错 剑仙前辈生死到消 但残留在世间的青莲剑仪 象征着生生不息 大哥 这都可以 是不是太早帅了 茫茫大梦中 唯我独仙爵 我李太太又混乱了 剑仙真的俘莲了 我真的哭死 快打紧我 用点力 证明我不是在做梦 大哥 又输了一把 神话擂台第二十二场 龙国获胜 恭喜剑仙李白 为龙国赢得一枚钥匙碎片 为了困你最约 差点把命搭在了这 剑仙大义 苏鸣 以及亿万华夏年 勇气心底 这些区的就算了 你小子做得不错 不过这混沌青莲 我可赔不了你 但有一点机缘造化 倒是很适合你 这是宰造神 神话入侵后 天选之人可以继承神奇 这个苏鸣都不用继承了 到时候自己就是神 本局是要懂了 剑仙前辈 骑士您可以将您的事传下来 供世人学习 对无数华夏儿女来说 是一种异族可贵的精神台 你欣赏我的事 一隐进江河 在隐婚日中 千杯最不倒 唯我九剑仙 恭送前辈 下一场轮到小希拉了吧 他们上一场 连鸣毛哈迪斯都输了 这把不得派出神主 咒死来找回场子 上一场 是我方神兵先出 所以这一场 我有权 让对面先选 请希拉国召唤师 做好准备 开始刷新神谱 希拉国觉醒的 第一尊神奇山林女神 续人克斯 第二尊激励女神塔利亚 第三尊彩虹女神伊里斯 第四尊战神阿瑞斯 第五尊胜利女神雅典娜 卧槽 战神阿瑞斯和胜利女神雅典娜都来了 这龙国还拿什么打 不行啊 华夏这群老六 鬼知道会不会觉醒之祖神级别 好家伙 觉醒了男战神 就算了 连女战神也来了 希拉圣化 十二诸圣 除了圣旺之外 嘴呛的不是阿瑞斯 而是亚典娜 这把运气不错 我选亚典娜 紧接着 苏宁召唤出了 第一尊神奇八仙之一 东斌 第二尊圣银大王红孩 第三尊九天荡摩天尊 第四哥二郎 显胜真君阳俭 第五尊战神奇天 而另一边神话世界中 把大神早已等候多时 疯狂将怨力传递出去 快选我 快选我 本军超能打 又是硬剑或纠假 第一次捡脑 二次耍心的事 只有一还是刻意 这位大神也太执着了吧 对不住了 简哥 很想选你 但行天都出来了 你应该懂我意思吧 古籍有过模糊的记载 战神行天 与天地争位 终不迭 被砍下头颅 但战意不灭 五干七 战九州 原以为我们有男女 双战神已经够多了 没想到龙国那边 居然有三个 怎么了 估计没一个能打的 看把他们激动的 雅典那女神不可战胜 就算他们三个加在一起 也挡不住女神的一记 炙焰神光 对不起了 简哥 我选战神行天 我尼玛 到底是谁 竟比本真军更有胜算 方才本地也有所感召 不知为何又消失了 到底是谁的牌面这么大 连真五大帝都被截了 是谁 惊扰了本座 行天大神 小人斗胆 恳请大神为华夏而战 嗯 华夏为何物 这个时代 好像还没有华夏这个概念 行天大神 自宁沉眠之后 九州大帝蔓延生息 到晚辈这一带 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 但有一点永恒不变 就是人类永远无法战胜神明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即便你活了下来 你进入更重要的人会 就会一点力量 神界交流 战子的行天 这个世界 由我来 世人皆知无为战神 畏战而生 也畏战而死 却不知我行天自诞生以来 就背负了不死之身 如你所见 就算再劈去死之 我行天照样能横骨长存 只是 你可知无知头颅 是何人斩下 人文出祖 皇帝 人文出祖 好一个人文出祖 原来你是他的子民 后世之人都是这么称呼他的 不妙 说错话了 我行天此生 只敬佩过两个人 确切地说是一人一神 行天大神所指一神 可是兵主神是有 那一人 便是皇帝 看来你小子还知道不少 我很好奇 当今世人是如何评说季宣远 又如何评说兵主神 又如何评说我 现如今的这个世界 历史出现断层 已经无人记得这段历史 都忘了 忘了也好 我行天在世人眼里 只会是个失败者 从来都不是个好人 沃尼玛 景神请这么久 观众老爷们还以为我们隔着水去请呢 还是我们的神干脆 韩医生就下来了 连脑袋都没有了 还打个毛啊 我怀疑是下来的时候迷路了 他们的召唤师在给他带路呢 小娃子 祝我不能陪你下街了 本座的头颅被封印在这阳长山 我不能离开此处 行天前辈 我若是能将头颅上的封印破除 您能否将头颅接回去 小娃子 那可是轩远是留下的封印 这世上除了鸡轩远亲自前来 怕是无人能破解这封印 不孝后世子孙苏牛 无意冒犯老祖宗威言 如今是关我炎皇子孙之身 现急需行天大神帮助 还请老祖宗撤出封印 他竟能给鸡轩远见弃 他是鸡 鸡轩远 他居然是鸡轩远的转世 只是这鸡轩远 作为三皇武器中的武器之手 早已是不老不死之身 又何来转世之说 自古神剑接任主 何况是神剑轩远 一旦详情收服 轩远剑会自毁化作本尘 行天大神 我的时间不多了 此件事情过后 再跟你解释 也罢也罢 天命如此 那本作就随你走一遭吧 都别急 等本作爆篮 回来再战这片天地 卧槽 行天大神的出场方式 这么炸裂的吗 你便是那西方毛神 东方神明 我从你身上 感受到了非常熔烈的战意 你我都是战神 但战争的意义 从来都不是为战而战 哼 大胆 我乃原始神明 行天之神 岂容你来根本作作教 战斗 是一切战争的源头 你既然信仰战争 那我就只有 将你斩杀 以圣枪之相 没有人能够定义战争 因为从你拿起武器应战那一刻 你便是那战争的最魁祸首之一 你跟我的弟弟很像 他以战争为乐 但最终的结局就是 败在光明之下 不值得丫头 我行天虽好战 但很尊重对手 已经给你展现的机会了 接下来 该让你感受东方战神的强悍 三七之五 破坏者 守护者 光明不灭 微微永恒 天使降临 传说只有面对神王级强者 雅典娜女神才会变身究极形态 神话有记载的只变过两次 连面对弟弟阿瑞斯的时候 都未曾用过 能逼出雅典娜女神的究极形态 对行天来说 可以被冠以圣战之名 感受到绝望了吧 在绝对防御面前 除了轩辕式的神剑 谁都无法破开 玄院使就是大百姓田 大神的那个玄院皇帝吗 我一直以为皇帝只是个人类首领 没想到是打败行天大神的狠人 我们华夏还真是主神废出啊 老子骄傲死了 即便你活了下来 你记忆更重要的人和事 都会一点一点逐渐凋灭 就站在那行天 这个世界由我来逃 他怎么算都太难 亚天的女神好将遇到困难了 天气之光无法升到东方果神 那亚天的女神的势力也将大大的靠泡 我的女神,您一定要站起来 真是觉醒 在我行天面前,只有战斗的对手,没有逃好的敌人 所以站起,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好强的压迫吧,该死吧,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小丫头,你获封战神之名,奖励死在你手上的人不惜其数 只有亲身体验过死亡,才配得上真正的战争 东方神士真的很新,连女神都吓得了手,太残忍了,不想看了 这,这是传说中的十二黄金圣斗士 没想到圣斗士竟会以神源的方式被雅典娜女神融合 我居然看到了,传说中的天马座星石 曾经击败过,明王哈迪斯的男人,传说竞争的存在 这十二圣斗士,只是一笔言魂 否则神花类台,不会让雅典娜将他们释放出来 是吗?黄金圣衣,听起来不错,就是不知能不能放出我一击 是吗?黄金圣衣,听起来不错,就是不知能不能放出我一击 本座的力量与本座悬出太大,在说下去也是毫无意义 但本座还是想进一句,同一身上,本座看到了一位故人的身影 该死的,我为什么会觉得东方女神的美,比我们西方女神更具诱惑力 星天大神,这是什么了?打打着打着,扔出一个女神捏,难道是CB? 如果猜的不错,她就是僵尸十足,看吧? 星天大神,似乎有些哀伤,一定有故事 吃瓜吃瓜,牛浪侄女的故事听你了,我想平行田和你爸的故事 就算是联合了十二圣斗时,也只能被动防御,这样的压迫感,我只在护神宙斯身上感受到过 不急,本座会给你足够的时间,释放最极限的力量,还不如墨你西方战胜之地 狂妄 小娃,你换起本座,怕是要惹下那些因果,这一战本座为你拿下,其他的,只盼你能好自为之 这险天到底是什么怪物,龙国神话里几集无名,不可能这么强啊 A叠地,托海地心底,开采基地,赛亚偶安可,发持飞食的游玩老师亚瓦,S2L杠等,继续娃对一场推行哦 哇擦,龙国这局老令,到底谈了多少只高谁啊 可以看出,雅典大女神身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根本不可能战胜,这场战斗本身是不公平的 你能做到这一点,值得本座重视,放心,你已经尽力了,本座不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即便你活了下来,你记忆中重要的人和事,都会一点一点,逐渐凋零 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星矢不能再继续陪你走下去,小姐保重 天马座,你不该为我而死 不要悲伤,从地劫契约那一刻起,我等就已经做好为信念而死的准备 给我个痛快吧 十二圣斗士一旦陨落在神话立台,那真身也将在神话世界陨落 没见的东方神,野狗吃饱了,狗知道畏惧胡报,你当我西方无神了吗 这是众神之神宙斯,弥武神大人,他们得神破坏规则,请求将他驱逐 希拉国并未破坏规则,这是一种转生之术,只有血脉相连之人才能施展 并且早在出生之时,就已经种在了底下,二者之间可以无视时间空间限制提升到宿主身上 多少年了,除了轩远氏和冰主神,我今天还找不到第三个,能燃起行神之火的人,今天终于是遇到了 我突然明白姓田二字的汉义了,姓即姓法,对田石姓姓法的难人,怪不得这么炸链 东方臭虫,杀死了哈迪斯,还想对我的孩子下手,这笔仗势该算算了 宙斯,至高无上的神主,他将亲自主导这场战斗,胜利将属于我们 只是有个疑惑,这是雅典娜女神的战斗,宙斯大人要是打赢了,算谁的 别多是,宙斯大人既然能降临,那就说明神话擂台默许了 上语就是,主修夜火,行天所掌控的应该是寂灭夜火,属于红莲夜火的宫质 这个行天一直在隐藏实力,只有宙斯大神才能将他的全部实力逼出来,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宙斯大人略微出手,就已达到了东方神的巅峰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你就是东方世界的创世神,东方最强大的神明吧 很好,这样的身份,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我华夏创世之神只有一个,他名盘古 若盘古神一出,怕是就没有东西方神奇分界了 华夏的创世神,真的是盘古,我轻说过他 盘古开田,我打从酿台的时候就停过了 是盘古大神用开田扶皮开混沌,然后划作时间玩舞,逼造了窝门 乌拉乌拉,东方也有创世神 不是吧,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西方创世神创造了东方世界 如果这个盘古大神是真的,并且还活着,对西方神界来说是个极大威胁 行天这样的强度都不是最强,那他们的创世神岂不是要逆天了 家人们不要慌,行天在乎人,我刚刚查过了 就算盘古真的存在,也因为创世而行神寻灭 死了的创世神,只会活在信仰中 盘古大神,既然能创世,那便能创造自己 请大家不要忘论创世神的事 何须盘古大神出手 我今天便可斩你 大胆 你敢对创世神不敬 创世之神 一颗烈士 笑话 管好你的七方剑 你的手还伸不到东方的神身上 雅典娜这具身躯 承载不住我所有身体 要是继续乏力 不需要行天动手 身体就会自暴开来 雅典娜也会命丧当场 如今 只有将本体幻化过来 才能与那行天 有一战之力 即便你活了下来 你记忆更重要的人和事 都会一点一点 逐渐刁灭 有战子的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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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鞋由我来卡 有战子的行骗 那是天门 天门怎么会在周斯手上 连天门都被他握在手里 真当秩序是百事 行天大神 抓住机会 再晚的话 就不能拿他练手 好 不好 这是秩序法则 宗斯宗宁灭之法则 把现将你的前返回去 请不要做条抵抗 西方毛神技好了 你也只配根本做玩弯 净田打身也太帅了吧 任甲都揍了 还要给任甲一劝 这不就是看你生气 你有打不着我的意思吗 很遗憾 你的命运仍然无法改变 东方神明 还请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 结束这场战斗 不好 女神的生命在流逝 女神这是在进行神赐 神明与守护者之间的起源 可以相互成全 守护者对神明叫陷阱 神明对守护者叫恩资 永远了 守护我的 以及我守护的一切 神话擂台第二十二场 华下方获胜 获得一枚钥匙碎片 小娃子 本作也该离开了 行天大神 您回去之后 真的还要去吗 无声而立命 誓死追随祖无持有 尽管那个时代离我远去 但我所守护的 将更古不变 这套铠甲 本作花了几万年打造 本奖送给 如今也用不上了 你穿着吧 能保你肉身不死 公送行天大神 这一场由我大天竹出战 女武神 我要使用三神卡 不是 这个天竹召唤师脑子坏掉了 这个时候用三神卡 也太冒险了 三神卡是个什么贵 只有赢下十连胜的一方 就会获得一张三神卡 神话擂台的规则是腰逼腰 但有一种情况除外 就是使用三神卡 使用三神卡的一方 可以同时召唤三位神明下场 进行三位一 三神赢 直接赢三场 三神败 则连输三场 这小天竹也太鸡贼了 想用一场战斗 直接终结我们 马德 不讲武德 滚住别慌 万一我能请到三清明蛙等圣人 未必就是件坏事 女武神大人 既然他们用了三神卡 那这次的先选权 也应该交由天竹方 天竹方确定要使用三神卡 是的 三神卡即刻生效 天竹方觉醒的五位神明中 可同时召请三位作战 本场圣方将会获得三枚钥匙碎片 请天竹方召唤师放置神谱 开始觉醒神明 紧接着 小天竹召唤的第一尊神奇万寿之神加罗罗 第二尊天帝殷陀罗 第三尊阿修罗王罗侯 第四尊佛陀家业 第五尊三相神之一 皮尸奴 突然有点可惜 开局就送加罗罗 白白浪费一张三神卡 就连皮尸奴与佛陀家业 大人都来了 龙果还拿什么打 罗后 这个名字很熟悉 我好想在神话小说里见到过 他不是我们华夏的莫族吗 行行吧 你们华夏无神 就把我们的神写成小说 当成自己的 我不需要解释什么 神谱可以说明一切 天佑我大天竺 这还用选吗 阿修罗王 天帝 妖族 哪个不是神王级 虽然有些冒犯 但罗后大人比其他两位大人高半级 根据废陀传说记载 罗后统领的阿修罗族可是敢教板大天师婆的狠人 一个佛陀都很难打了 结果还来个三相神 天竺方的选择绝对是皮尸奴 嘉业佛 罗后 这三个随便单拎一个出去都是祖神级的吧 别嗓起兴嘛 那返田不也是三相神 还不是被后阁给灭了 咱们还有攀估打神呢 这却告诉我 咱们的创世甚比西方创世甚厉害一点 龙国召唤师 该你了 三清六圣 诸多救神 给我来一个吧 我说剑哥 你这也太执着了吧 只可惜 这把不适合你 别说是你 就是你师父御顶真人 剑胜真君到底是什么层级 要不 可千万别 你想想啊 比个越高的肾势力越呛 你看他怎么主动 势力可见一斑 不是我猫犯这位耳浪真君 实在是这剧太高端 但我们也不能焊了真君的心 灯下吉巴遇到敌端剧 再让真君下来弯弯 你以为的退让 关不排烦人的感恩呆等 到不中 欺击这个没有信仰的世界 不应该啊 朕已踢除了异界神迹 怎么还能收到赵琴 不行 为了能继续快乐的滑水 得找个人顶包才行 天子 你是不是也收到了异界的赵琴 莫非玉帝迷野 那个阵日理万计 须坐镇天宫离不开 若是征兆请了阵 凡请天尊替阵去一趟 这次的战斗可不一般 频道不采 此战非频道所能应对 不过频道倒是有一位尊神可以举现 说说看 自然是哪33重天都帅宫里的那位 直彩丹霞 已有千年没练成了 不错不错啊 老君 这通天丸可是太乙清单品 您这是要送雨水 自然是送雨有缘人 什么鬼啊 都三分钟了 冲果最后一个神还没刷出来 不愧是神苦伤的神都被吓傻了 不敢下来吧 一般这种情况 会直接觉醒 明日战的神 但满天神火 却没一人愿意 那么 只有一种情况 这个名额被霸占了 三位做正式回忆 太上师兄嘛 张白远让你干啥就干啥 你是装上瘾了吧 也罢 既是师兄所图 那本作片替你走一招 杀心了 杀心了 这是 冲天教主 是败恋角度的那种角度吗 这 来丑数的吗 冲天教主 全体滑下子 起立道以最高作业 攻击三清道 上清领宝天尊 冲天教主立临 我尼玛 老子今天倒要探探 是谁别胡了本身军 怎么 这是不欢迎频道 冲天道友息怒 这扇门诡异的很 连接整个画外人间 您这巴掌钥匙下去 天门毁人间灭 原来是扑体道友 听说你也去了 不知道有有何高见 这还不简单 你我道姬太重 那方类台可撑不住 既然真身下不去 那就 我懂我懂 一道友之修为 何须善失 一道念力化身足以 怎么会是 这两个老灯在这里 这二郎小友 最近是怎么回事 总是奇奇怪怪的 谁知道呢 又心奧 适わ 真心奧 咚 救急 怎么回事 我只是产生了一个诋毁他的念头 就像是被什么缠上了 感觉像是沾染上了某种不祥 中方的神道理被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说好擂台上的神音想不到我们吧 这到底什么神 竟可以不是亏损 弟子城隍城 骚扰了天尊 还请天尊莫管 小娃 你可是你多大的免 请尽忠了本座的师兄 说不是有师兄 本座段不回来 弟子对该外 将二位天尊废心 罢了罢了 三座恩公班下线 必有自信 等此监视鸟 在这么一道机缘 他怎么就这么肯定 自己能活着走出雷台 你这自信罢了 别看我天助神 德弥陀佛 一切动声 一切 同板无声 无纲 佛陀一触 那种窒息感 直接就没了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佛陀提唱斯被为怀 不杀生 那岂不是 没关系 不用佛陀出手 在旁边震吵子就好 德弥陀佛 本座不杀生 你自我聊 是 是你 佛陀这话什么意思 他莫不是认识冲天教主 东西方神界早已封闭 除了释迦牟尼佛 东渡传教晚 西方神根本不可能认识东方神 不许此行 不许此行啊 西方来个什么神都好 竟来了个佛陀 那不得好好玩以下 我三庆创立道教 奉行道法自然 若不是这一理念 在释迦牟尼刚 踏入我东方 就被我道教扫地出门了 还给你传掉机会 我梦�成仑役尽很大 我梦都放包 我梦都是在掏出门了 我梦都是在掏出门后 以为的退让 我没埋海烦人的 alle 咚日呆等 倒不出 我希望没有信仰的世界 让人来劫書人籍 世家谋底层言 东方神傲慢且自大 尤其是修为越高 越是无法无天 看来他说的果然不假 初来那小子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从前打打在霍托维崖下还能保持真景 不用想了 绝对也是倒租计 再不计也是准倒租 话说咱们的神 有没有境界划分呀 像西方神一样 划分第二三级出神神王至高 具体等级不好界定 但只需要记住一页 创世神只有一个 那就是盘古大神 那就是说菩提老祖属于第二梯队 就算通天教主跟菩提老祖同级 那也是第二梯队打对面三个第一梯队啊 这真的有胜算吗 通天教主一确不是创世神 但谁规定不是创世神 就不能当第一梯队 还有一句话讲 圣人之下接楼椅 无论是太初之前还是创世之后 圣人都是最高境界 无创一千大道 修三千大道 城区大道圆满 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现在想来 应该是少了一条西方岗 二位 该下来了 莫让东方倒游等太久 是拉修罗王 传说种地狱界最残暴最强大的恶魔 与天神对立 曾经攻破了整个天界 若不是大天师婆出手 没人能压制住他 这些凡人真是越来越不长进了 召唤本王就是为了对付这么一个年轻人 佛陀 你不是不杀生吗 这种血腥暴力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 要问六姐三道谁最狂 虽然不是本通天 小小魔物也敢在本座面前狂吠 我确定不是在琢磨 尊治狗的阿修洛望 被通天搅出一张贤匪了 圣人之下接蝼蚁 没想到是真特喵的蝼蚁啊 卧槽 偷袭 他偷袭 罗侯大人师大义了 才没有躲避 妈的 都还没开打就搞偷袭 东方神态不讲武德了 你还真是让本王血脉奋章啊 生存或者死亡 从来都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身为世界的维持者 我终于想通了东方者 就让一军面对死亡吧 犯天主畅当 师婆主毁灭 而皮诗奴正是主平衡的护士之神 我主皮诗奴 您的降临将让这场战斗变得毫无意义 您是无敌之神 有口竟能杀死犯天 本神为众生主持功 犯天乃三象神之一 他的功应也只有本神能够做主了 真是令本座失望 本座想念画一条西方道 因你们三个的神格 他是填布满了 但蚊子在宵夜食肉啊 先收了再说 他是我的 谁也不许生我抢 刚才没注意 着了你的道 现在 虐杀时刻 开始 佛科 对于这场战斗 你看到了什么 因果轮回 皆有涅爆 我想那皮诗奴大人心中 看得比本座还要青铜 修罗领域 修罗 很怕 被托传说上记载 一旦被修罗领域覆盖 任何生灵都会被修罗之力进入 动弹不得 全身神力也会被消耗一空 原本这个年轻人还有机会的 可惜没有杀 罗侯大人是不会就此屈服的 据说历经九十九次被击败 才能激发出阿修罗 往最巅峰前呢 那时必将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连大天师佛也不虚 你特喵的吹牛皮能不能不要带上我 烦请盗祖出手震杀 只能有一方 活着离开累太 混沌之初 旁你一抹头劈开混沌 从此便有了世界 有了世界就有了你 有了你们就有了钟爸爸 谢谢大家的支持 钟爸爸就在与大家喜悦 来龙爪转 幸福安康 既然在人家的地界 那就按照规矩来吧 皮诗怒恨可能就是 找缓师扣钟的圣人 毕竟他是田柱圣锅的支枪者 利应对应着最枪的境界 怎么想归探圣人到底 既然想看 那边然而等 瞻眼一下本圣孙荣 没想到皮诗怒大人 根本座想到了一块 东方难得有如此强者 本座的确非常好奇他的来历 释迦牟尼曾说过东方世界 混沌未开之时 天地诞生的第一雷气 此气今年雷月 最终一气化三清 化成东方世界最强大的三位神明 本座是不幸的 混沌之处 再次皆开启灵智 油气化醒 此次大道声明 并与二位师兄分教而立 往收天下门徒 指点道法 可惜武与二位师兄传道理念 截然不同 二位师兄基言 只对万无灵长人族传法 而往人大道之下 不问皮毛麟角之人 师生卵化之辈 有教无类 皆可修道 通天教主居然不是人 而是世间第一雷气所化 可惜这些记忆是不完整的 无法完全了解他 有的看就不错了 你还想着砍头圣人 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危险 但不管怎样 都可以肯定 通天教主绝对是 华夏神明中最顶层的存在 天平当地 继续365位中神长和三清 无虽不愿参与风神仪式 但还是被迫牵下了风神榜 最高阶门下 弟子必识不出洞中俗行 便可避免遭杀戒而风神 然而我教门图众动 有险上受我约束天性 又在某位溺徒的可卧下 终究还是卷入了这场 风神放射大战中 风神大战开启 我教弟子请上居住 价值缠掉多多苦 无忠于做苦 从此身体上 刷一下这些万家 请各路圣人 身间陆居 其中有毛孔一的二位 什么东西 仿佛砍了我一刀 好痛 这是万贤阵 我听得太乳密了 导致我闲进了阵中 这些记忆绝对是捏造的 想要吓唬我们 他要是有这么厉害 别说是匹师奴大人 就是我们整个天界 都得被他掀翻啊 诸位 天机不可谢了 不过既然都看到这了 可想一试 遮住新阵的火候 二人之力 勾建时间 长河回溯了他的青年样貌 按理说实力 也该倒退才对 不会真有人觉得 冲天教主年轻的时候 就不强吧 倒是多亏了二位 才让本座 记起这副相貌 此剑名为诸间 针对的是仙人 还好我们是凡人 不然看一眼就会爆炸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很剧烈 你们发现没有 匹师奴大人和佛陀家业 丢出神器时 依旧身处那片空间 但是这个东方圣人 祭出诸仙剑时 场景一下换了 圣人到底是有多强啊 风神大战时 我华夏大道秩序稳步 压制的厉害 所以才将圣人和大罗金仙的战力 限制在万千大山中 当初若不是本座念 及师门之请 我那二位师兄 估计也得折到再次 小小见证 能耐我何 这 这是皮师奴大人的恶念分神 纳罗心法 拥有毁灭整个天界的能力 只有三项神 才能平息他的怒火 皮师奴大人 从来都是慈眉善目世人 已经万年没有动过怒 这一次 他是真的动怒了 我明白了 圣华擂胎的称重标准 是岸田祖圣的鬼个蛇定的 他们的神奇环锤扭鼻 懂不懂就灰灭于宗 灰灭彩阳的 拐不得铜田 捞租除寿的瞬间 毁绝的蒙鼻 是我也蒙鼻啊 不能让他完成此阵 否则将是个大麻烦 让我来 不错不错 有点选性 当败入我街角为图 本座暂且收了 伟大的阿修罗网 刚对您产生敬畏 您就 一定不是这样的 他没有完成完成朱仙阵 怎么可能轻易灭杀 罗侯大人 你们听到没有 老祖要周罗侯为徒 百房生命不能或者 离开擂台 所以同前 老祖才一张吧 落后牌子之声怨慎 这样就可以将他 带回东房间 老祖此举 正好弥补东方神话 吴罗侯的一场 伯克 你先上 我为你变后 释迦牟尼曾说过你很强 并且目中无火 倘若交手 他也只讨得五分神 那这剩下的五分 本座来不上 万佛福徒 看来我们的佛祖跟西方 还是很有交情啊 那佛祖的意思是 能跟空间老祖五五开 这个不清楚 但以我的理解 假也不少五分 剩下的屁实怒赖布 也就是说 二大一 从某种程度上将 他已经自忍不舍捞足对手 很好 而等最未及圣人 但也有几分准圣之威 拿来祭奈西方道 不算寒沉 中间老祖是圣人 西方至高是准圣 同样是至高 东西方神明 竟有着一个境界的差距 这高的多不好意思啊 他们那什么大 一面之词 听听就好 我也可以说 对面是低级事啊 说是不会说 只有打过才知道 你东方神的境界划分 无法定义我西方的神 在我的世界 我是绝对的主宰 陈伦本 东方蛇 以及你所有的一切 先别急 等记了这创世神 再看看所谓的佛法 到底有无边计 这 这是混沌计 它能调动混沌阻迹 不好 若是皮尸奴战死 我也将毫无胜算 还在上了什么 再不涅槃 你我都得死 很抱歉 我的子民们 尽你们的愿力一用 皮尸奴大人 是天竺最慈祥的神 从不索取人间烟火 但这次是真的困难了 没关系 皮尸奴大人 只要您能涅槃重生 我愿意奉献出所有信仰 我的身体突然好序啊 之前龙国的始皇帝也是 让龙国人献祭十年寿命 十年啊 我感觉不止十年 我们的老祖宗 可不屑于汲取子民的生命 哪怕我们送到他嘴边都不要 请相信魔主 他绝不会伤害我们 就算是暂时索取 等此战过后 也一定会千百倍恩赐回来 对 这不是索取 这是暂戒 尊贵的皮尸奴大人 紧尽钱的修我吧 一不打开一太尔代字音败条 多数案子会有那体比一天 的 安你天记科斯瓦克 VLB底天面见 天地望武皆为出狗 就连本圣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些人竟奉你为创始之神 真是可悲啊 只要杀了你 掠夺了你的生机 我不仅能将生机归还 还能双倍返还 你就这么自信能胜过本座 无奈通天圣人 纵使诸天因果加深 本圣也能尽斩之 皮尸奴吸了那么多人命 背负无限因果 通天教主若是将皮尸奴斩杀 因果转接 他也绝对活不久 但别忘了 他是圣人 又怎会被因果所束缚 这怎么能忍 他们小天族能献祭 我央央伐下也能 今天就拼上国运 也要打赢这一场 就是献祭而已 又不是第一次来 祭我 小田助习二十年 老子就贤祭三十年 只要给我六口气 交代后世就幸 让自孙后代记得 祖爷爷我是参与了 至高伸展二思 尽管这个世界灵奇微末 诞生在万民一心